美国的北加州地区在当地时间的10点35分 发生了瑞士规模5.4的地震 当时呢 房子是剧烈的摇晃 而其实在这个地区两周前 10月20号也才刚刚发生了瑞士规模6.4的地震 造成有两个人不幸的死亡 这一次的5.4的地震呢 是在北加州利托戴尔的小镇东南方14公里 大家可以看到在画面上呢 这个地震发生当下 房子剧烈摇晃 但是到目前为止 幸好并没有传出严重灾情 大早安球场时间呢 确实先来关注新的一年呢 日本皇宫在今天一早就举行了 时隔三年的首次公开拜年 天皇夫妇以及长女爱子公主首次参加 那么为了防止疫情的传播呢 这一次的跨年活动呢 这个祝贺活动从提前申请的民众 是选出了9600位的民众 德国人天皇他也在现身后发表演说 一起来听 新年おめでとうございます この三年近くにわたり 新型コロナウイルス感染症の感染拡大などによって 皆さんには多くのご苦労があったことと思います 三年の月日を経て 今日こうして皆さんと一緒に新年を祝うこと 誠に嬉しく思います いろいろ大変なこともあるかと思いますが 本年が皆さんにとって安らかで 良い年としとなりを願っています 年の初めにあたり 我が国と世界の人々の幸せを祈ります 除了天皇还有皇后長女愛子公主 以及家子公主也現身 開心的是向民众来挥手致意 愛子是以一身的純白礼服現身 家子則是一身的酒紅妝典 兩位婷婷玉莉的公主 這次成為拜年媒体主要的關注焦点 而另一頭在加勒比海 盛科羅伊島和家人度過新年的 美國總統拜登 他在当地時間的元旦上午 前往了教堂之後 他是許下了新年願望 拜登当時被記者問到 2023年的願望時 雖然不太清楚拜登他回答什麼 但是他的新年願望 似乎是明年会更好 我很期待 新年快樂 君主席 任何決定 拜登不改樂觀 但其實美股三大指數 在30號的時候 封關日是全部收黑 美股2022年受到額巫衝突 通膨飆高 以及利率激增等打擊 指數今年走弱 跌幅更是2008年 金融海嘯以來最大的一年 國際貨幣基金更是井 2023年全球有超過三分之一的經濟體 將會面臨萎縮 美國還有大陸身為全國兩大的經濟體 經濟活動都將免臨放緩 另外美國國會新會企業 將在這個禮拜來展開 共和黨將會重新的掌控眾議院 那麼根據CNN的分析指出 拜登政府他將會失去眾議院的控制權 共和黨現在呢 其實已經磨刀霍霍 尤其就是針對拜登的兒子 杭特與企業之間的關係 來展開一系列的調查 I think the biggest challenges for him are going to be the House takeover by Republicans because, number one, it's going to stop his legislative agenda and, number two, it's going to just turn on this figure of investigations against everyone in his cabinet, against everyone in his family I think, on an emotional level, although he has been bracing for the investigations against his son, Hunter, since he took office, essentially I just think this is actually going to be very impactful for the president will be a very painful period of weeks or months for him to endure it really could occupy most of the next two years 共和黨點名要調查的重點項目 除了拜登政府處理南方邊境的移民問題 還有美軍撤出阿富汗的決策 最重要的其實就是拜登兒子杭特 那麼根據紐約時報報導呢 其實曾經就已經說過 拜登擔任美國副總統的時候 曾經幫助他的兒子杭特在烏克蘭進行商業交易 杭特他疑似是利用父親的影響力 與一名的烏克蘭商人來達成交易 那麼這些商業往來呢 是共和黨現在最關注的調查重點 那麼拜登第一個任期進入下半場 但是呢,無論是外交還是內政呢 都將面臨嚴峻的挑戰 首先呢,先看到內政來說呢 拜登他在疫情上確實呢 是相當成功的控制了美國的疫情 但是未來要如何採取因應措施還有資源呢 依舊是需要一個長期的規劃 那在非法移民的問題上呢 依舊是拜登政府的噩夢 因為世界各地湧入的移民呢 是加重了當地政府的負擔 拜登政府至今到現在都還沒有具體的解決方案 而在美國公民最擔心的最關切的經濟問題上 依舊呢,也是面臨了高通膨、油價還有利率這三個問題 不過呢,在俄烏戰爭中呢,引發全球的能源之際呢 拜登政府當時呢,是在儲備有便宜的時候購買了天然氣 並且是在高價格的時候釋放 確實是也讓國民的經濟呢 國內的經濟從疫情的創股的低點呢 是重新的站起 那麼預估呢,通膨會在2023年來稍作的緩和 接著看到外交的部分呢 其實拜登他在上任之後呢 基本上是把主要的重心放在於北京的競爭 軍事重點也是轉向亞太地區 將北京視為最大的競爭對手 不過其實兩國元首呢 習近平還有拜登在印尼見面的時候呢 確實也展現了多平衡 展現了平衡還有彈性 包括了兩國為了要進一步的溝通 確認了美國國務卿布林肯 他在不久之後呢 就是這個月的時候的訪華行 那麼當時呢 預計是會和前任的大陸外交部長王毅來見面 不過呢,現在對談的對象呢 可能也會改為在12月31號 剛剛上任的新任的大陸外交部長秦剛 那麼根據布林肯今早的推特看到呢 其實兩個人已經通過電話了 討論了中美關係 而且同意呢是保持溝通 因此是被外界認為呢 可能在布林肯不久之後的訪華行 先來做一個準備 那麼王毅呢 他則是接任了中央外事委員會的辦公室主任 那麼其實中美關係上呢 北京已經強調了很多次 台灣呢就是核心的利益 絕對呢是不可以跨越的紅線 那麼王毅他在最新的貼文中呢 確實也重申了 台灣就是不可以逾越的紅線 回顧王毅他曾經說過的金句 他說過呢 俠陽獨謀就是沒有出路 以台治華注定會失敗等 都被外界認為未來的五年 北京的外交戰略呢 可能會進入戰狼的2.0世代 不過其實針對兩岸的關係 大陸國家主席習近平 他今年的時候在發表新年的支持的時候 則是語氣放軟沒有提到去年賀詞裡面的祖國統一 而是提到了兩岸一家親 習近平表示 忠心希望兩岸的同胞是可以相向而行 攜手並進 明天的中國力量源於團結 中國這麼大 不同人會有不同訴求 對同一件事也會有不同看法 這很正常 要通過沟通協商 凝聚共識 十四億多中國人 心往一處想 靜往一處死 同舟共濟 眾志成城 就沒有幹不成的事 賣不過的坎 海峽兩岸一家親 忠心希望兩岸同胞相向而行 攜手並進 共創中華民族 綿長福祉 透明 海峽兩岸 多汝 有 接著 百分裂 海峽二 超級 遠 一 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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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